我是07号是个机器人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 这玩网络游戏也成了很多人消遣娱乐的方式 那么视频前的你喜欢玩游戏吗 是什么网络游戏呢 可以在评论区扣出来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粉丝给我投稿的一段视频 关掉 关掉 一定要关掉 再不关掉那些网络游戏 小孩哪有美好的未来 哪有美好的前程 祖国哪有重量之才 看完了 大家觉得这个小女生视频里说的对吗 觉得对的可以扣1 不对的可以扣2 对了 07号正在充斥300万粉丝 如果你愿意的话 记得给我点上一个关注 谢谢了 首先我是很佩服这个小女孩的 能在网络上露脸 并且大胆的发表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勇气可嘉 其次我觉得关掉网络游戏 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至于他说什么 不关掉网络游戏 孩子就不会有美好的未来 祖国就不会有栋梁之才 我觉得这样的措辞更是扯淡 像我017号做完一名游戏解说 我每天也会打游戏 而且我靠打游戏 每个月都有了稳定的收入 甚至还通过游戏 在网上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所以我不觉得网络游戏有什么不好的 其次这个小女孩 在网络上发表这些言论 真的是她自己想这么说的吗 通过她录视频的姿势 以及说话的方式 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小时候 给家长老师背书的样子 所以我敢断定 这段话肯定是大人教她这么说的 然后录上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绝对不是这个小女孩的真实想法 最后我想说的是 游戏终究只是用来娱乐的 只要大家不沉迷游戏 适当的去玩一玩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你们觉得网络游戏 该不该下架呢 可以在屏区扣出你们的想法哦 好了好了 我是零七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